清朝,一个权力与阴谋交织的时代,兄弟间的皇位争夺,权臣与皇权的较量,都是这个朝代不可或缺的话题,在这充满变数的宫廷之中,雍正皇帝与印祥的关系却显得尤为特殊,印祥,一个被后世系称为常务父皇帝的人物,他手握重权,却从未引发雍正的猜忌,这究竟是何原因?读历史,明是理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,皇家难出兄弟情,尤其是在面对寿命于天,继受永昌这种诱惑时,别说是亲兄弟了,就是父子之间都有可能反目成仇。 历史上通过是父,是兄夺位的皇帝并不在少数,但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,皇四子印祥与皇十三子印祥虽然不是亲兄弟,但两人的关系肯定是亲密无间的。 因为皇十三子印祥曾经被雍正的生母得非抚养,可以说印祥与雍正时自幼变在一起长大的,纪文有载,一息幼灵,趋势亭为,沉稀俱处。 笔长,遵奉皇考之命,授地算学,日式讨论,之后雍正在给印祥的纪文中,就曾提到两者直接的关系,据记载,印祥的算学便是雍正亲自教授的。 因此,雍正之与印祥除了兄弟情外,还有传道授业解惑之情,并且在那段两人朝夕相处的时间里,他们建立了深厚无比的情谊,对待事物的价值观也异常地相似。 在纪文中,雍正用形影相依形容自己与十三弟的关系,他还将自己与印祥合作的诗文收录在了诗文集中,这也是印祥为数不多得以传世的作品。 有人认为,雍正是不是和当时的每一位皇子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,并非如此,据《清圣祖时录》记载,身为黄四子的印珍性格自幼便十分孤僻。 并且,脾气还十分地暴躁,他还因此受到康熙的多次训斥,因此又黏脾气古怪的雍正,几乎只有印祥这一位玩伴,这也是为何在之后九龙夺敌事件中,雍正势单力薄的主要原因之一,作为自己唯一一位亲密无见的兄弟和朋友,这或许便是雍正继位后,愿意给予何朔宜亲王印祥最大信任的主要原因。 当然都说,患难见真情,雍正之所以会无条件信任印祥,和对方在九子夺敌中的鼎力相助有很大的关系,看过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的人一定知道。 如果没有黄十三子印祥的无条件支持,雍正很难从九子中脱颖而出,四皇子印珍在畅春元继位当晚,如果不是印祥率领军队及时勤王保驾,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之后的雍正皇帝了。 雍正即位的当年便对于十三帝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,雍正元年,皇帝遇后世子孙四位子孙永远遵守,以亲王允祥在皇考之室于朕赌尽地义,多资赞助。 自朕预计以来,最为宣丽书成,身疲正直,这段话中用赌尽地义,多资赞助来形容印祥,可以看出雍正对于他的贡献是十分感激的。 其实,印祥对于雍正的帮助还远不止于此,不少观点认为,在康熙一费太子时,他便大力帮助过自己这位皇四哥,当时一向深得康熙恩宠的皇十三子印祥,突然无故被圈禁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,要知道,不论在那个朝代,皇子被圈禁都是极大的一件事,但康熙具体为何要圈禁印祥? 史料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,还是在雍正即位后,对此简单地解释了一句,一二阿哥仪式牵连,一时得罪皇考。 但这种迟来的解释并无法服众,毕竟如果只是这样的话。 为何当年要对此保密呢? 更多的观点认为,当时印祥被康熙圈禁,很大几率是为了给皇四子印针杯黑锅,再加上印祥在夺敌过程中,尽心尽力地帮助雍正走上了皇位,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扶龙之臣。 自然而然可以深得皇帝的信任,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,毕竟最是无情帝王家,雍正之所以对十三爷印祥没有猜忌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对皇权的绝对把控。 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,古代帝王都是无情之人,但是既然雍正能够在九子夺敌脱颖而出。 那便证明了,他绝对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,如果不是印祥在面对继位后的雍正,始终都能摆正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话,相信他也无法始终独得恩宠。 雍正继位后,印祥在国际民生、水患治理、军事军政、形势以及人才举荐方面都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可以说,对雍正朝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,如果没有印祥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,雍正的位子也没有那么快便能坐稳,于是雍正便赐予了他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。 当时觉得公无可封的雍正,便在自己的陵墓旁选择了一块终极之地。 赐给了印祥,彼时,已经是清代历史上第九位铁帽子王的印祥,顿时吓得惊慌失措。 连忙推辞,表示这已经超过陈子所能享受到的待遇了。 在印祥的拼命推辞下,雍正这才在别的地方为其选了一块风水宝地,并且在雍正为他选好灵纸后,他还手捧灵纸的土直接吃了下去,一边吃嘴里还一边念叨着。 这样的话,则沉心安儿子孙蒙福了。 这个以往吞吐的故事被后世广泛传颂,被认为是皇帝与臣子之间难得的佳话,正是因为印祥在面对自己曾经的四哥。 现在的皇帝时,始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,永远都不会做出丝毫僭约的行为,这才是雍正始终信任他的根本原因。 即便印祥从最开始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到了之后的常务父皇帝,他始终恪守臣子的本分,所以雍正才会给予其一心一代, 刻进陈帝之道的至高评价,说白了,面对这样一心只为自己好的弟弟、臣子,谁不愿意信任他呢? 并且,印祥几乎还是雍正看着长大的,如果说,他连始终和自己站在一条战线的印祥都有所猜忌,那么估计整个天下都没有他能信任的人了。 在雍正夺位的关键时刻,印祥坚定地站在了他的身边,他不仅为雍正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支持,更在关键时刻为他出谋划策。 帮助他稳固了皇位,这种无条件的忠诚和支持,让雍正深感欣慰和感激。 据史书记载,印祥在雍正即位初期,曾亲自率领军队平定西北叛乱,为雍正解除了后顾之忧。 这一举动,不仅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,更体现了他对雍正的忠诚和决心。 雍正对此深感赞赏,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印祥的感激和信任,尽管印祥在朝中地位崇高。 权力巨大,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皇权的绝对尊重,他清楚自己的位置,始终将自己定位为雍正的臣子,而非潜在的竞争者或威胁者。 他在处理国务和军事决策时,总是以雍正的意志为最高准则,从不越权或擅作主张。 这种清晰的身份认同和对皇权的尊重,使得雍正对他从未产生过猜忌或防备之心。 此外,印祥还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皇权的尊重,他在接受封赏时总是表现得十分谦逊,从不居公自傲,他在朝中也从不结党营私,而是公正无私地处理各种事物。 这些行为都体现了他对皇权的敬畏和对臣子本分的坚守。 印祥不仅在政治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和智慧,他在处理国务、军事决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。 他善于协调各方利益,化解矛盾纠纷,为雍正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同时,他还积极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,为清朝的繁荣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印祥的卓越才能和贡献不仅得到了雍正的高度认可和评价, 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雍正八年。 年仅44岁的印祥因病辞世,在他离世后,雍正皇帝特别下旨, 将印祥的名字从碧会的允祥恢复复为原本的印祥。 这一举动在清朝历史上独一无二,足见雍正对印祥的深厚情感与特殊尊重, 印祥生前的卓越贡献和无私付出,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敬仰。 他逝世后,朝臣们一致认为,只有佩想太妙的殊荣才能彰显他的伟大, 印祥被追赠上嗜好为贤,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二位, 也是最后一位获辞美式的臣子。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印祥个人的肯定, 更是对他忠诚和贡献的永恒纪念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誉订阅的组合力。